而在另外一个战场在乌东城市阿夫基夫卡难易 乌军的防守非常的缜密 俄军部队16号发起了多轮的冲锋 都是以失败告终 来看本代记者发自于阿夫基夫卡前线的观察 那么目前呢 俄罗斯军事态势的发展 主要是集中在对尼茨克方向的马林卡和阿夫迪伊夫卡 俄军也是采取一个先包围 然后切断补给线的这种战术 对乌军在马林卡和阿夫迪伊夫卡的一些核心的堡垒攻势 进行一个攻击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顿巴斯各县的军事的态势 星期六 在阿夫迪伊夫卡方向 俄军的突击队正试图扩大斯特波沃耶控制区 并向村庄的以南区域激动 在阿夫迪伊夫卡的南役 俄军正在南城进行直接的巷战 据参战的俄军的信息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阿夫迪伊夫卡南区 设置了相当密集的城防的雷区 火力点 暗保 炮火区等 其火力层层叠加 无人机是专达救护的装甲车和补给的车辆 在这个方向上的攻击部队大多为原顿巴斯的民兵 在阿夫迪伊夫卡的北翼 俄军突击队在斯特波沃耶以北的森林带和第一街区构筑了阵地 乌军的反击在这里也没有得到成功 俄军顿巴斯民兵的突击队继续沿着铁路线向北 以及向奥切雷蒂诺方向进行推进 在阿夫迪伊夫卡北交的阿夫迪伊夫卡交探场 乌克兰武装部队组织了多次的猛烈反扑 但是双方皆出现仅为连排级 星期六 在赫尔松方向 俄军没有给乌军提供轮换的机会 俄军的炮火和无人机在地涅泊河上 击中了数十艘的乌军的船只 在特亚金卡的地区 俄军的高射炮单炮还击落了一架乌军的米8直升机 目前 在这个战区 从全局看 俄军仍然处于力 是俄军无法压制乌军全力开火的炮兵群 和反电子战的干扰频率 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 乌军目前正在积极准备援助的军事装备和训练 乌军也将以赫尔松左岸克林基方向作为反攻的跳板 能够向前稳步地拓展出突破口 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年度的记者会上表示 他已经向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发出了请求 不要急于驱逐乌克兰军队从蒂涅布和左岸的克雷基方向的撤退 如果形成火力的绞杀区 那么对俄军来说是有利的 俄罗斯媒体表示 基辅已经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份军备的愿望清单 其中包括了黑鹰和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F-16和F-18的战斗机 以及新型号的导弹系统和埃布拉姆斯坦克 以及更多的无人机和极数弹药等 有分析家们也表示 乌克兰新武器的订单 也标志着将结合不同的作战体系 并进行空地协同一体作战的新的尝试 这也将是今年夏季反攻乌军 从没有尝试过的战法 凤凰威士卢宇光 伊万 拉曼 乌拉特 阿福迪 伊夫卡报道